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记 我是老汤 在甘尤尼斯的战斗中 以色列国防军兵分多路 从不同的战线推进 就调集到此地的部队来看 以色列对这座城市 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 因为军方下了血本 至少派出两支精锐的特战队进驻 其中一支是以反游击 和直接打击为主要任务的 第89旅代号坚果的621部队 这支部队自1995年成立以来 至少参与过三场重要战役 与哈马斯以及黎巴嫩 珍珠党都有过交手经验 坚敌数量超过上百人 而且这支单位最擅长小部队行动 外界对他的认识资讯有限 以色列国防部更将部队的重要等级 列为极机密 就是要保护官兵们的人身 及任务安全 除了这支部队之外 另一支更为低调 也很少公开单位资讯的 马格兰特种征搜记 反坦克战突击队 更是神秘中的神秘 就连以色列国防部官方网站上 也只是很简单的介绍 这个部队是执行深入敌后 重点攻击和摧毁特定目标 搜集准确情报任务 同队的另一个单位 则是使用先进武器 碎型反坦克战的任务 而且这支特种部队的保密等级更高 绝大多数的资料到现在依旧还没解密 以色列军方透露 由于这支部队大多碎型高风险的绝密任务 并不适合公布太多细节 而且就在投入甘油尼斯的战场后 马格兰特战突击队很快就有了掌获 官兵们在一处民宅的房间内 查获一批来历不明的枪械弹药 怀疑是由不明组织提供的军火 被起出的军火种类的确不少 包括夜视镜 火箭弹机发射器 数十个弹匣 和一整箱的步枪弹 也是战争爆发以来 以色列军队在伊萨哈马斯的民宅据点中 再一次缴获的成果 虽然对以色列来说 查获哈马斯据点暗藏军火 已经不是令人意外的消息 但是问题来了 究竟哈马斯有什么管道 可以把数量庞大的蟹弹送进加萨 又是哪些组织或团体有能力 担任哈马斯民兵的后勤总部 源源不绝提供哈马斯这些军事需求 对此以色列国防部并没有多做说明 但是美国及澳洲的清兵器专家 在检视了超过150个影像和照片后 归纳出一个重点 就是哈马斯所使用的武器 大多属于前苏联时代生产 或是授权给其他盟友制造的制式装备 即便是在不同国家制造 但是在外观上并没有太大差异 顶多是为了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 和特殊用途 做了细微的修改 只要仔细观察 装备和弹药的细节上 仍然可以判断出这批军械到底是出自哪个国家之手 战森琼斯进一步分析 哈马斯民兵的武器 虽然多数来自于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 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军备 是来自于北韩和前华沙公约组织成员国 其中就有保加利亚制造的火箭推进榴弹 英国巴斯大学资深安全事务讲师伯利也指出 尽管哈马斯所使用的军械 看似来自万国造的杂牌军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这些武器全部细出同门 也就是说 无论是自动步枪或是火箭推进榴炮 都是前苏联时期设计出来的军火 即便在不同地区生产 但是应用原理和彼此的相容性很高 就算是前苏联制造的AK步枪 也能激发北韩生产的子弹 毕竟口径相同 差别只是在于品质上无法得到保证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这些年代久远的武器 经过现代化改良之后 已经大幅提高打击时的精准度和致命性 由此可以证明 在这场战事中 哈马斯对乙军造成的战损同样不算轻微 你能吃通过 3-foot-concrete-reinforced-wall 与50-count 他们很准备 弗莱利的这番话又点出另一个关键问题 既然知道是哪些国家制造这批武器 那么哈马斯又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取得蟹弹 是直接从制造商手上获得 或是有其他军火前客另辟途径 对此 博利认为如果说军械弹药的数量庞大 就很有可能涉及到国家级别的大宗交易 然而要达到国家级的军事采购 伊朗恐怕会是头号嫌疑人 因为哈马斯长期接受伊朗的军事训练和支援 另一个路径则是由采购国直接从出售国进口武器 在完成所有落地通关点交手续之后 再由采购国以偷天换日化整为零的方式 小批量转交给哈马斯 出售国就无从得知武器究竟是不是还留在采购国的手中 因为国际军事采购上 买方和卖方存在着一种不成文的互信原则 尤其是单兵武器的规范 又不像重型装备或杀伤力大的武器限制那么严格 所以清兵器的采购输出 通常比较不会过问太多后续的安排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詹森琼斯认为 这就为哈马斯取得武器 开了一道方便之门 持续超过120天的以哈冲突 至今依旧没有和缓的迹象 尽管美国多次派出高级别官员 前往以色列试图斡旋 但是态度强硬的纳坦雅胡依旧不肯点头 即便哈马斯也表示 愿意对释放以色列人质换取停火的可能保持开放态度 然而以色列似乎铁了心不再让步 导致加萨情况继续恶化下去 但就美国而言 现在中东地区战云密布 前有加萨冲突越演越烈 后有胡塞武装继续袭扰红海航线安全 再加上伊朗的虎视眈眈 零零总总加起来 美国试图把中东战事 限缩在单一地区冲突的希望 变得更加困难 万一各个关系国都不愿为美国的折冲买单 中东地区就很有可能陷入遍地烽火之中 甚至有可能不断扩大难以平息的地缘政治冲突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